又是到了这个冷冷的火锅季节 有业者打出了Petera火锅 号称吃了可以养颜美容 所以一锅2000块钱的安康瑜套餐 还是由姐姐妹妹跑去吃 滚汤汤的火锅 放入白菜 红萝卜 还有安康瑜 黄尘云的汤头看起来相当浓郁 其实这里汤头大有来头 店家老板放了这个 号称是从酒驳萃取出的养颜圣品 Petera 黏黏黏黏的这样子的感觉 就像我现在手上这种感觉这样子 只要说它这里没有那个Petera这个东西 这东西通常都是化妆品里面柴油的东西 那觉得可以用吃了 就可以吃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打着吃了能让皮肤碎当当 果然吸引不少消费者 汤头里淡淡的酒香 让这位小姐一喝脸立刻红通通 餐厅师傅拿出秘密武器 说是用10比1的比例 以1000克的高汤和100克的清酒破 慢慢用筛子过滤调入汤头里 还说酒破都是从东京空运来抬 一公斤装的酒破原价就要1000元 成本真的砸很大 酒破它含有丰富的Petera来讲的话 它对于我们女性或者男性 在皮肤上或者是在这个肠胃的消化上 都相当的好 因为它里面当然含有丰富的纤维纸 号称用喝的就可以养颜美容 一锅就要进2000元 一个人要价进1000元 业者噱头打出用喝的美容 来抓住客人的胃 只是真的有效吗 恐怕老板也不敢打包票 中文新闻 肖像一样 声中黄树人台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